还记得这句话吗 请问一下 你喜欢篮球吗 你知道吗 因为篮球 灌篮高手还没开始制作 就要被否决了 在灌篮高手创作的前期 作者景上雄言 给出版社投稿 说自己想画篮球的漫画 可出版社的编辑 却不喜欢篮球题材 认为身体对抗性太差 观赏性太低 不同意连载 于是作者就骗编剧 说这是一部 校园爱情喜剧系列的漫画 这才得以让漫画诞生 1990年 灌篮高手正式连载 果不其然 读者根本不喜欢 毕竟篮球题材 在当时日本很小众 没人看 哪怕作者在漫画里 加入了大量搞笑画面 观众依旧不买账 既然篮球不行 那就打架吧 于是在篮球场打架的画面 迅速让灌篮高手吸引了人气 而其中出场的三井兽 本来作者只是让他轮流被打 就可以退出 结果越画越喜欢 于是龙套变成了主角团成员 而那一句 教练我想打篮球 更是让灌篮高手 火遍全日本 并在国内也掀起一阵篮球风 从此灌篮高手 成了跟龙珠齐名的动画 而漫画中 观众席上有个人物 很眼熟 就是这个 据说当时作者景上雄岩 追求美少女战士的作者 五内侄子 并在漫画里画出了水冰月的形象 用这种隐晦的方式 斥爱 不过他失败了 五内侄子最终嫁给了 抽烟喝酒打麻将的脱稿狂魔 肃坚一搏 也就是悠悠白夫和全职猎人的作者 1993年 灌篮高手进行动画制作 动画的播出 让他的关注度直线攀升 但由于动画组私自改编 以及为了延长时长 挣烂钱 居然搞出了一个投篮 投一级的拖拉画面 这样的剧情 让追求完美的景上 十分纠结痛苦 也和动画组的矛盾越来越多 所以到了全国大赛片 他就终止了与动画组的合作 而在漫画 全国大赛片画完后 作者就告诉出版社 灌篮高手准备完结 这一消息 直接在出版社掀起大地震 由于当时龙珠和悠悠白夫 都已经完结 出版社将所有希望 全部押在了灌篮高手身上 希望作者景上雄言 可以增加后续内容 而此时的景上雄言 却压力三大 加上和动画组的矛盾 他已经不想再继续连载更新 他跑到老师家里 寻求意见 老师建议他 不如画一场史上最精彩的比赛 来结束灌篮高手 也算是对观众和自己有个交代 而这也是他一直想要的结局 于是就有了漫画中 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江北被震 山王工业 他用最极致的分镜 最细致的画工 去刻画每一个镜头 40多页的漫画 没有一句台词 即便如此 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比赛的紧张 而安息教练那句 如果放弃 比赛也就到此结束了 不仅改变了三井兽的一生 也改变了许多读者的人生 我们一直以为 江北会夺下全国第一 但却最终以战胜山王所完结 成了无数人青春时期最大的遗憾 但岁月流转至今 我们才明白 总以为青春只要够美好 人生就可以没有遗憾 但却不知 制造遗憾的偏偏是青春 就像井上组言说 他喜欢稍纵即逝的耀眼 而鹰木花道的最后几分钟 不就是十分耀眼吗 跟金氈与相警 那edd压得了 甚至这个地方 Lon他 是敬手的 ARON 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